你有没有算一下 他这二十年来用了写字 花了多少钱 这个我都没具体给他算过 反正是他需要什么 他不管家里的 有没有余钱 就要去买 他这个人特别自私 特别任性 是吧 不达到自己的目的 那是不可能 他提出这个要求 那必须得达到 你任性啊 应该是任性 你这么大年纪还任性 特别任性 我现在改一些了 年龄大了 他说的有的时候 也不是不无道理 我少玩一些呢 他轻快一些嘛 你在当地是不是很有名啊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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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 没有名 你看你说的有名 你两个说摆后面 他是不是在当地 很多人夸他有文化呀 说他字写得好啊 其实没啥没话 小学没毕业 其实我们一年 我们俩小时候是同学的 小学是二年 老刘吉 谁老刘吉 他 你老刘吉 对 他念完高中 我读完了二年级 三年级我就不念了 那你干嘛去呢 我一直得 好像一年度的二年级 已经竞选机了 已经打蛋了 就是男孩子玩那些东西 从小就爱玩 一直玩到现在还爱玩 我想插一句啊 我觉得我应该支持一下江大爷 我想听你说几句话 其实有爱好的男人 怪不到哪里去 而且这个爱好 也不是什么特别不好的爱好 就是污染了点家里的墙壁 你污染你们家试试 那咱们可以把这个污染啊 这个固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你比如说就这间屋子 允许你去喷 别的屋子不允许 而且你想一想 江大叔有这个爱好 他至少他不出去啊 他整天陪着你啊 你可以念着他的 其他的好玩儿 我觉得您这样一想的话 那个家庭生活啊 就其乐融融了 不是 他就得 你说他在家了 我应该陪伴我 他不理我 他就顾他自己玩 你跟他说句话 他都半天都没听见你说什么都 不过大妈 您跟他在一起三十多年了 您应该知道 其实他就是一个老小孩 他就没有长大过 对不对 对 所以呢 对一个孩子 您应该怎么去管呢 怎么去看呢 我能带三个孩子 我都不带他自己 孩子不听话 我可以拍他两发声 或者是我训他两句 他这儿 我老得他他还不高兴呢 所以啊 那您能不能告诉我们 您的幸福心愿是什么 说我的幸福心愿 对 我的幸福心愿就是 我今天来到这儿 我想啊 想求各位老师看看谁能帮帮他 能给他提供一个 演出的舞台平台 让他到外面 所以让他到外面 不要再查出这家了 就是偶尔得回家 一年偶尔得回家几次就行 偶尔回家几次 真可以 你是想拖管 你是全拖还是半拖 你这听上去想全拖呀 不 而且还得挣钱对不对 我们得花钱 请老爷子 在那里喷起 是吧 那我告诉你 挣钱不挣钱的 就这样的老头咱不要 这样的老头咱不要 我们解脱就行 所以大妈 把我除外了 这个心愿我们能满足 因为我们有很多 我怀疑家信 有很多线下活动 演出的机会 这个空中作画 这事我还第一次见 马上过年了 让他起对联 对呀 最重要的 你知道他意义在于哪吗 我们现在啊 这些年轻人 是越来越多依赖于电脑 你要说无比输入法呀 包括这拼输入法 大家都会 但真正要落在笔头上啊 这字啊 没多少人写得好了 哎 你看老爷子点头了 对 这是一项中国传统的文化 我觉得这个推广的意义重大 嗯 所以我们公司愿意做这件事情 好 谢谢 谢谢老师 所以大爷 你还别着急谢我们 我们帮您啊 算一定程度上解决点问题 但是您是不是也能帮帮 您的爱人呢 行行 那您行 您能做到什么呢 我以后尽量不在家里 祸害屋子了 那您准备都去哪儿祸害得了 现在不用磨了 一二年发行 就是用水 在地上写 在地上就可以了 对 就跟很多人拿毛笔字 用水在地上写是一样 对 您在公众场合去做 比如公园里啊 对 广场上啊 然后您通过您这种用水 很环保 然后呢能让更多的人 能看到您在做什么 并且觉得哇 好厉害 同时呢 让他们知道 中国的文字能写得这么出神入化 让他们喜欢上这项运动 好不好 你这样去带领更多的人 去普及这项文化 意义就做到了 好不好 好 唱到中国飞苏 是的 是的 这位大爷 我觉得您挺有意思的 听您这讲话就比较嗝 然后说一句 就是我觉得不应该说的话 就是您也有点太淘了 太阳 太阳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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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